大家早安 我昨天好像頭髮沒有吹乾 所以就有一點奇形怪狀 我剛收到Amazon的包裹 我朋友幫我訂Amazon日本的東西 然後是什麼呢? 是趕鳥的道具 昨天已經送了一箱了在後面 然後對在後面這邊還看不到 然後今天就又再送一箱 希望有用 不過我自己還是不敢掛 然後明天阿伯就要回來了 我就想說請他回來的時候幫我做這件事情 怎麼聽起來好像他回來就只是專程要來幫我掛 然後他就再回去 沒有他回來之後理論上應該就不會再回台灣了 就我們會待到最後然後再一起回台灣 我頭髮現在真的好好笑 好 我現在要來吃這個麵包呢 是我朋友的同事 他說他在東京吃過最好吃的麵包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很想知道店名 但是 好我目前不知道 所以到時候會先問 然後上店名在這邊 在木黑區 然後都立大學站的附近 我昨天買的是拖鞋麵包 我把它切成其中 算三分之一吧 喔 鳥又來了 好可怕喔 鳥在冷氣管上 我這邊透明的窗臉看得到 好可怕他飛走了 好真實 好可怕 你們看我聽到他那個機器叫他的聲音嗎 好 我說到哪 我們回來 好我切了三分之一的拖鞋麵包 然後我先不要烤 可是我準備了醬 所以我會先單吃 再來看抹哪個醬好吃 我剛切的時候 我是大概有聞到一些他的那個 鹽味 我覺得他還不錯 他是屬於那種比較韌的 嗯 比較硬的那種 歐式麵包 麵包本身真的很Q欸 就 感覺得出來應該是用 發酵很久的東西 拿去一起做 我去烤烤看好了 我知道很多歐式麵包是不吃熱感 但 我喜歡吃熱的 所以我就是要烤 呵呵 我買了那個血印的奶油 想出來搭配看看 然後這個花生醬很推喔 我在縣市中大家有發過 這個很好吃 他在一般的超商就買到 Lawson啊 全家啊 Seven應該也有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雙剩的花生冰淇淋 或是Huygendust 他最近出的一個花生冰淇淋 就是這個味道 所以我覺得非常厲害 然後因為我個人吃花生醬 我不太喜歡吃到花生 我就是喜歡他是醬而已 因為我 我 我不是花生的謎 所以我吃到花生的話 反而會扣粉 這個是沒有花生的 我就是在帶大口 現在來保養 然後我覺得好像前一陣子沒那麼乾 結果現在又開始比較乾了 可能因為又從冷變回暖 唉蠻乾的 所以我用淋汁水 我剛吃早餐的時候還沒有保養 那時候就覺得臉很僵 又很崩 很不舒服 淋汁水應該算是我 全身愛用的化妝水 潤度夠 可是又不會黏 再來呢 一樣是那個DHC的這個 鑽石精華 反正我有拍那個 整個使用保養的影片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這個我用量非常大 所以 已經快要用完了 這精華也是保濕加潤澤 可是它的潤澤不是那種 在臉上有負擔厚重的 所以還蠻好用的 再來我用Kiehl's的這個 金斬花 的暴水霜 我在用品 也有分享過 像我朋友說 台灣現在大概是30度左右 東京大概前一陣子變得比較暖 可是後來三天前又變冷 12度的那種 這幾天又開始會暖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天氣變化 改善泛紅 很有感的是 Dr.Jart的這個 這個長呼呼的霜 所以我會 局部上在鼻翼底下 你看好像很猛的耶 好像受傷的那種 我現在要出門了 我要去六本木 參加一個 古董試劑 是我昨天 朋友去 然後我在網路上面查 發現他今天也有 然後 這個是我的OOTD 我昨天也是穿這件裙子 它是Nicco M的 然後是去年買的 再來的話 上衣是我在夏北澤的時候 買到的 然後外套呢 是GU的短飯牛仔外套 大概是這樣 所以等等外面見 阿伯要回來了 所以今天算是我最後一個 自己的整天 然後想說可以用這個VLOG來紀錄 因為 這段時間也算是我自己一個人 第一次這樣子生活 然後再加上又在外地 所以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對 那我也不會讓自己閒著 你看 馬上就找了一個古董試劑去逛 很興奮耶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到东吴百货 因为刚刚市集蛮难逛的 我回去再跟大家更新好了 因为这边有点吵 然后想说来东吴百货吃东西 而且我刚离开市集的时候 还被鸟吓到 我觉得很可怕 所以市集难逛又被鸟吓到 導致我现在心情不好 我想让吃一点好吃的东西来 安慰自己的心思 好 好 好 sad and done and we can't really run we're not stuck and we're not free I wonder if we'll ever be and it's dangerous as it is couldn't wait 現在是日本的黃金州 所以人都非常非常的多 要不然我一般這個時間 平日的話在車站走動都不會這麼多人 我到家了 我跟大家講一下那個 我剛逛的市集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 我花大概35分鐘到六本木那邊 然後我在那個市集可能就大概20分鐘 我就差不多逛完了 我覺得一進去的時候我還蠻興奮的 可是後來陸續逛之後 我就沒有那麼喜歡 它一些比較新興設計師品牌的東西 不是我的菜 但我覺得這沒關係 本來就品味什麼東西大家很主觀 但它有一部分有賣古著的衣服 它古著的衣服 甚至賣的比店面都還貴 而且是貴很多 貴大概將近三倍左右 兩到三倍 可是我覺得它整個規劃很好 因為它還有那個餐車很可愛 可以買東西吃啊 或者是在旁邊有安排一些座位餐廳 什麼的就可以坐在那邊 整個是愜意的 而且它還有放音樂 然後後來我去吃那個下午茶 它是在大阪一家蠻老的咖啡廳 好像是80幾年的店 然後在東京的百貨公司底下 有一個小分店我經過想要試試看 然後吃了之後也不是很喜歡 奶茶也沒有茶味 然後咖啡布丁 我沒有想到是咖啡布丁 好沒關係它就吃嘛 但是它就是介於一個很奇怪的定位 蛋糕也還好 今天我應該看農民力了 是不是不宜出門啊 剛剛差不多工作完了 然後現在要去吃晚餐 終於可以吃晚餐了 希望晚餐可以好吃 我用這個來錄影 因為我只有帶來手機出來 我剛剛經過那個牛排的店啊 就也超多人 然後我本來想說那就是吃豬排飯 然後也超多人 來試試看 好酷喔 我沒有喝過這個 喔它是用擠的 像小美冰淇淋的冰沙板 上新影片了 所以我再回大家的留言 其實我真的每個留言都會看 每個留言不一定都會回到 但是我都會看 或者甚至至少都會按愛心 現在是4月的愛用品 沒錯 要去洗澡了 跟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 剛剛我訂了去迪士尼的飯店 但我不是直接住在迪士尼的那個飯店 因為那蠻貴的 我有住過一次在美國 可是爸媽出錢 所以就贏 所以這次自己住的是 也是迪士尼授權的 所以它有那個接駁啊 然後在周邊啊 而且飯店裡面還有迪士尼的店 我覺得應該還不錯吧 住完之後才知道 但是簽訂了 然後我們5月中的時候會去 而且阿伯他們也會來找我們一起玩 所以耶 超開心的 我差不多要睡覺了 然後剛剛我看日曆啊 現在是4月30號 因為過12點了 算是平成的最後一天 然後 5月1號 就要進入令和的時代 明尼阿伯就要回來 所以它有趕到 平成的最後一天 我還蠻喜歡一個人住 然後一個人在旅行 我覺得這個感覺真的很自在 像是我去年3月的時候 然後 嗯 去大阪 然後大部分時間也都是一個人 我覺得 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 嗯 真的很深刻的感覺到一個人很棒 然後這一次又更久 我東京還是有幾組朋友 所以他們也有約我 我覺得一個人很好 心情上面都很平靜 而且現在網路又很方便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分享一件事情的話 其實也可以跟朋友聊個天啊 訊息一下什麼的 夜間睡前消聊 那今天這支的Vlog就在這邊結束 如果想要看更多的Vlog的話 都可以點上一支影片回去看 然後大概就這樣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大家掰掰 你自己登場 期待嗎 期待 艾迪達這也蠻酷的 但我覺得Nike的 還是你要都買給我嗎 這郵差的衣服欸 加拿大郵差衣服 什麼臉 五分 五分 它好像有魚喔 它量蠻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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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量蠻酷的